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開始囉 來,今天早上要介紹的這款車 剛好昨天有板上有車友在詢問 這台車是HONDA的CIVIC 9 那CIVIC 9拍的影片真的算是蠻多的 經理一直在想說用不同的方式來介紹KT的產品 下午的話有可能,待會也有可能有一台比較特別的車子 那一台車不是要安裝KT 那一台車只是新車要做開發 那經理也想說自己拍影片講的都有點膩了 大家的話,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可能也聽得有點膩了 所以下午的話那一台X6 G06的話 那如果有空檔一樣會跟各位分享 那經理在開發一台車子避震器的時候 那有哪裡的細節有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今天的這台車是CIVIC 9 但車主其實已經有做過一個比較基礎的改裝 什麼叫基礎的改裝 原來它的避震器原廠的 因為開了好幾年嘛 右後的話已經有一支漏油了 後來的話是改了KYB的黑桶 還有這個算是TS的短彈簧 那又發現右後有漏油的狀況 所以今天就乾脆把它升級成KT的道路板避震器 然後加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加後方的HOTRAIS 加出的防清桿 這台車的防清桿還沒有拆下來 這台車原廠的防清桿很細 那HOTRAIS的話出滿多的 你鏡頭不要動我來拿東西 它原廠的大概10mm左右而已 那這個的話應該16mm左右 詳細的規格的話 經理是還沒有量 所以一共會改了三樣東西 避震器、仰角調整器 加後面的防清桿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來拆裝下來的KYB KYB的話經理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樣是KYB 可是有分KYB跟YKYB 這一個是日本的 所以這裡的話就會打上Mate in Japan 在這裡 這個是KYB 這個是日製的 日製的KYB 也有授權給台灣的永華 所以如果是台灣做的 KYB的前面就會加一個Y Y-KYB 就是永華台灣製作的 其實這兩間的品質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它的妥善率的話 其實都相當的好 但是經理之前在其他的影片當中 有分享過 有一些車款其實是不太適合改裝短彈簧的 譬如說RAV4的三代四代 這台車的話 五代也是一樣 因為它的後方的避震器行程比較短 在行程比較短的前提之下 如果改了短彈簧之後 萬一有遇到比較大的坑洞 萬一後座的乘客 載的頓位比較大的話 那就有可能會造成後方筒身經常性的觸底 那就會影響到後方筒身的壽命 但是今天要介紹的CIVIC九拜 前面賣花城這個行程也滿長的 後方是多連桿的懸吊 這個行程也滿長的 所以這台車不太會有造成壽命縮短的狀況 可是如果我們在當初改裝的時候 要改裝KYB加短彈簧的時候 這個饅頭也許有可能是沿用的 但是原來饅頭已經粉化了 沒有保護效果的話 那當然它的饅頭沒有辦法保護行程 就有可能造成改裝之後 統身壽命縮短的狀況 所以有很多的細節是需要經驗 也有可能會因為車主當初的預算 沒有要裝一層套的 造成日後的壽命會比較短的一個狀況 所以會發生的狀況白白走 那這台車的車主是說這一次有漏油 右後這個是右後這個是左後 是稍微有勝遊戲 稍微有勝遊戲 但是功能的話 這個還蠻新的 功能上基本上好像還蠻正常 那這台這個KYB的品質 個人個人 經理個人也覺得還蠻認同的 它的品質真的還蠻不錯的 好但是改 有問題喔 拆下來了 好那我們來做一下比較好不好 這個 因為這樣剛好有這個機會的話 就跟大家來做一些 這個是原廠的防傾桿 那防傾桿的功能就是在 我們在遇到傾斜 車身傾斜的時候 希望它的傾斜的幅度 不要那麼大 所以這個粗跟細啊 差蠻多的喔 差蠻多的 那防傾桿上方的話就會 有一個連接離仔串的部分 然後它這個比較粗 所以它原廠的這個固定橡皮 它沒有辦法使用 因為這個橡皮 可以看到這裡的孔徑 是比較小的 所以這個橡皮跟固定座的話 都要換成這個品牌Harris 我們是比較經常叫 Summit如歌家的產品 那這個Summit的話 好像沒有做這台車的後面防傾桿 所以我們就選擇那個Harris的 這個比較粗 這個是後來換上改裝的 一個比較粗一個比較細 這個原廠的在這裡 原廠很細 原廠很細 好 那我們再來介紹的是 仰角調整器好了 仰角調整器的話 之前也都有介紹過了 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當車高 再降下來之後 後輪 後輪的角度 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變成比較傾斜的時候 這個叫後輪Camper的角度 幅度比較大 就是如果用影片中表示的話 應該會比較清楚 就是我們正常輪胎是這個角度 可是當降低的車高 幅度比較大 它輪胎這個是誇試法 有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那這一邊的話 它輪胎 摩耗的速度就會比這邊快 這個一般我們叫吃胎 這個也不是一個正常的一個用法 但是講吃胎的話大概車友們都知道 所以如果改了仰角調整器之後 我就能夠把這個Camper的角度 把它做得比較回歸到車高 還沒有降下來的時候的角度 就比較不會造成輪胎的壽面縮短 那它位在什麼地方 在這裡 這一支 這一支就是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它的原廠 原廠是長這個樣子 這一邊是在外面 在輪胎這邊 它原廠是長這個樣子 那正常來說 有一些車款的設定 底盤設定 會在這一邊 這顆螺絲是做一顆偏心螺絲 然後用偏心螺絲調整的方式 來改變後輪的角度 可是大家都知道 偏心螺絲它能夠調整的幅度 可能了不起只有3mm左右 那3mm它能夠對應的一個幅度 其實是比較少的 所以改了仰角調整器之後 它能調整的長度 調整的角度就很大 可以從這個地方 手印有異常 沒有沒有沒有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校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它的幅度就很大了 那像這一台車 原廠因為有配備HID 所以它的後方 它有一個水平感應 大燈水平感應的位置 這個功能就是 如果我們後座載了三個乘客 它的後手會往下乘 那往下乘的時候 車頭的大燈就會往天空的方向照射 就有可能會刺到對象來車的眼睛 所以這個功能就是當後手往下壓 它用這個去感應 校正HID大燈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的固定位置也很重要 那原廠的話它是固定在這裡 KT的選的零件 配件都很齊全 也都有這個零件 可以固定它原廠HID 那固定的位置 跟原來差不多就可以了 這個也有幾個孔 可以再做微調 都可以做調整 這個是後方仰角調整器的介紹 那後方的話其實還有一個角度 叫竖角 竖角的話在下支币的中間 CIVIC 8代 CIVIC 9代 通過池之類的都是在那個位置 這支支币的內側 那後方的彈簧 KT的配置 要來講KT的產品 KT的配置是配置了6公斤 前方的話是7公斤 在調整座 調整座座在上方 調整座這個功能 是在調整後面的車高 那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筒身的話這個防塵套 KT也是做一個專用的設計 因為避震器最需要保護的 就是這個銀色亮亮的活塞桿 那這個活塞桿 如果我們在行駛當中 有飛石有噴溅到 讓它的軸心有受損的話 它就有可能會把油風 內部的油慢慢一點一點 一滴的帶出來 就造成漏油的狀況 那我們做了這個 家常的防塵套 就有辦法保護這一支 最需要保護的軸心 讓它的壽命能夠更長一點點 那當然啦 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今天你每一次都要再特別提醒一下 這一台安裝的技巧 就是在筒身的長度 筒身的話 不太可能會做得太長 因為太長的話 彈簧跟調整機構就會鬆脫 就有可能會造成異音 通常安裝上的失誤 都是這個筒身說得太短 說得太短的話 這一條彈簧預載過多的話 遇到路面不平整時候的一個回饋感 就會太過直接 就不太好做 所以這一台車 安裝只有一個小重點 就是後面的筒身 不要預載過多了 這個是側高調整部分 那阻尼調整比較簡單 這個跟八大一樣 內飾坦往內折 從裡面就可以調整到 後面的軟硬度了 軟硬度的調整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一致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換來介紹前方 前方的話 這一台車我們配置的是 沿用原廠的這個離載串 這台車CIVIC9代的離載串 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的離載串 沿用原廠的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它的離載串的方向 我們一般離載串的這個頭 不是兩邊一樣 不然就是這個角度 可是有一些車比較特別 像是Golf的車系 它的角度 就是大概乘90度角 那這一台車CIVIC9代 是呈現這個方向的 兩個是對向的 可是對向它又有一點角度 一點角度之後變成 它的離載串 有分左邊用的跟右邊用的 因為角度 既不是180度 也不是90度 所以它的離載串比較特別 那比較特別的狀況之下 會建議 我們就沿用原廠的離載串 壽命也會比較長 然後日後如果需要太換 它也比較簡單 因為一般材料行 我告訴材料行的老闆說 我的車CIVIC9代 就不會買到錯誤的規格 角度的方向也都是正確的 那另外這台車我們有附上座 前方的上座 不需要再拆原廠 可能搞不好原廠已經用到快壞掉了 再拆過來用 那裝上去還是會有問題 所以前方的上座 KT的話都是副總承見 這台車基本上安裝 即是只要調整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的長短度調整 因為前方是賣花層 它是靠桶生的長短去改變車高的 那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銀色齒輪狀的托盤 記得要把它鎖緊 要把它敲緊一下 那調整阻捏的方式比較簡單 從上座 它的上座的話 有一個試蓋 試蓋打開的話 就可以從那個地方 來調整軟硬度了 好 基本上這台車的介紹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 有需要補充的地方 可以到YouTube裡面 搜尋KT Racing 然後空白CIVIC9 哇這個影片超多的 8代9代影片一定很多 那如果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在影片當中 都找不到 各位想要了解的問題的話 那很歡迎跟我們的 私訊小編聯絡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